世界上所有生物都有感性 不只人类有灵性 请问灵性是从哪里来的 师父答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灵性是本具的 不是从哪里来的 没有来去没有生灭 是本具的 这才是真正的自己 禅宗讲 父母未生前本来灭目 也就是你讲的灵性 你说一切生物都有感性 这个感性在佛家而言 在动物也就是有情众生 称为佛性 在植物矿物 也就是无情众生 称为法性 佛性跟法性都是本具的 没有来去 确实每个人的灵性 有高低不同 最高的是佛菩萨的灵性 我们跟他相比就差远了 这个原因何在呢 佛在华言经上讲得很清楚 一切众生的灵性是平等的 决定没有差别 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 我们今天灵性没有了 变得很弱 就是因为有妄想 分别 执着 参扎在灵性里面 把灵性搞得不灵了 就这么回事情 佛扑口婆心教化众生 教的就是这个 只要我们哪一天觉悟 把妄想 分别 执着 放下了 我们圆满的灵性就恢复了 这个恢复就称作成佛 我们下期待的灵性就恢复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